传令下去,通知所有境外严组织成员,遇见一国特工,见一个杀一个,我要杀到他们,听见十三只的名字就害怕,听到严组织这个名字就颤抖,明白先生。 牺牲的兄弟都已经安排好了,我替他们的家属谢谢你。 几个小钱而已,不止一提,归根结底,他们都是为了保护我,和我的家人牺牲的,我理应有所补偿,这样吧,在你们安全局的补偿基础上,我个人在分别补偿一百万大元,还有牺牲人员家属的教育费。 医疗费用,全要我承担。 十三先生有心了。 灯塔国居然再次对先生无礼,先生有命,凡灯塔缩组特工,见一个杀一个,这一次,我们要让世界回忆起曾经被严组织支配的恐惧。 十三先生,让我问候你。 十三先生送你一份盒饭。 要怪就怪你是灯塔国特工。 放过我,只要饶我一命,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 跑啊,怎么不跑了,这么多天的猫和老鼠的游戏,刺不刺激。 既然你敢去下国刺杀十三先生,就要做好随时死亡的觉悟。 接着,灯塔一号特工已经解决,带蜀国那边,需要我带人过去协助吗? 不用了,这一次我决定亲自过去,等我解决带蜀国归属问题,咱们就可以正式向灯塔国宣战了。 爸妈,我打算去带蜀国一趟,不出意外的话,七天后就会回来。 带蜀国现在这么乱,你去了爸妈也不放心啊,要不你跟公司反映一下,咱家就你这么一个独子,换一个人去吧。 去吧儿子,十三先生带你不薄,咱不能有好处往上贴,有问题就往后退,爸支持你。 不过你,还是找个保镖一起吧,你工资这么高,也不缺这一点钱。 好,我认识一个下过安全职的特工,他正好退休了,我到时候将他一起带什么? 纸鸀,我们该出发了,这一次,势必要彻底解决袋蜀国内的反对分子,将袋蜀国收归己用。 十三先生,小妹说也想要一同前去,正好借助这次机会,亲眼见证一个国家的巨大变革,这对于他来说,未尝不是好事。 炎组织十殿炎王楚广王见过先生。 辛苦你了,袋蜀国破产的事情,安排得怎么样了? 先生,已经安排好了,按照您的意思,今晚之前,袋蜀国首领将会召开发布会,向世界宣布破产这一事实,到时将由我们安排的人员正式接手袋蜀政府。 事情办得不错,玫瑰,袋蜀国安全局局长,勾结袋蜀国,你去协助袋蜀国新首领,将此人解决了吧,这是给你准备的证件,方便你在这里的行动。 知道了主人,我这就去处理,能收编的收编,硬骨头就全部处理。 十三先生,有什么忙我能帮到的吗? 纸鸳,当初你我都是计划的制定者,如今计划已经步入正轨,我们站在棋局外面看着就足够了。 好吧,如今的我也只能站在棋局外面,当个旁观者了。 别这么小指嘛,你为下国打平这么多年了,眼睛都没了一只,命也差点丢掉,如今应退,也得享受一下安逸的生活了吧,多跟我学学,当一个甩手掌柜多好。 放心吧,十三先生,我已经想开了,没什么过不去的看。 其实,你如果想要恢复实力的话,也不是完全不可能,就是代价会有一点的,我怕你接受不了。 真的?十三先生,求您告知方法,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,只要能恢复实力,我都愿意去做。 人在力量的巅峰,突然一下子被打回普通人,是个人也会接受不了。 再说,只愿的身体内还有残余剧毒,时刻侵蚀着他的身体,估计剩下的生命也没多久了。 看十三先生这么犹豫,估计是恢复我实力的代价,十三先生都要慎重吧。 十三先生,如果这个办法也会让你付出代价,那还是算了吧,如今的计划已经步入正轨,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太多精力。 这个,我倒是不需要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,只要只愿你不介意就行,而且你也不必妄自菲薄,你的战斗力我还是清楚的,我也不绕圈子了。 我之前服用过一种药,可以帮人改造身体基因,不过代价就是需要付出你的第一次。 我就是这么一说,你别往心里去,你放心,最多三年,我一定能找到帮你恢复的办法。 我,我有自知之明,你身边红颜这么多,自然不会查我一个无语,我,我同意这个方案。 什么?同意了,我只是随口说说,我了解的指缘大佬,思想应该很保守的呀,不应该会同意,这种治疗啊,这是对力量多么的渴望啊。 偶像,我来了。 咦,气氛咋不对劲,大姐,我是不是要回避一下? 大姐,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,要不你们继续。 天呐,太不可思议了,大姐这是铁树开花了吗? 小妹,你可真会挑时候。 十三先生,别管他,我能承受这种代价,我们开始吧,无论能否恢复实力,我都想试一次。 纸渊,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,你确定只是想要恢复实力? 我承认,我一直喜欢十三先生,喜欢你的帅气,喜欢你为国操劳的模样,但是,我接受不了你的多情,而且,我也跟闺蜜约定过,下国不壮大,我们不结婚,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,我也认清了自己的内心,治疗过后,我虽然不可能因此嫁给你,但是我被明指缘此生,不会再让第二个男人碰我一根手指头。 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,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上位者,亲身体验过才知道,十三先生的强大。 十三,你的基因强化程度,是怎么达到这么高的?我感觉现在的自己,你当初还厉害。 怎么说呢?我意外得到过两颗很厉害的丹药,然后就变厉害了。 丹药?神仙丹药吗?别开玩笑了,这又不是什么仙侠世界,哪来的丹药?应该是十三基因实验室的产物吧? 毕竟他的神秘实验室,连上级药剂都能量产。产出这样的丹药,也不是不可能,只是不方便说而已,我的男人就该如此强大。 丁,检测到嘉欧北明指缘与宿主羁绊加深,当前好感度八十,随即奖励宿主超级工厂一作,此工厂无需人工参与,可自行运转。 超级工厂,还不需要人工参与,这下以后有什么核心固件,就可以通过超级工厂加工出来了呀。 隐秘系还好,我正愁超级采矿设备,没有合适的地方生产呢。 洗头,你奖励的这个超级工厂在哪里? 超级工厂坐标已经发送宿主手机,请注意查收。 就在这附近,这么近的话,我倒要去看看了。 十三,你现在就要出来了吗? 是啊,我在袋鼠国有家秘密工厂,纸鸳,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,你可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工厂存在的。 当然去啊,我一定要看看,你的秘密工厂是什么样子,这难道就是你来袋鼠国的主要原因吗? 其实,这次袋鼠国这里,我还是有些不安,作为灯塔国的头号小弟,我想要彻底抓在手里,恐怕没那么容易。 所以,你选择亲自过来一趟,袋鼠国国情比较特殊,民间势力如果加在一起的话,恐怕不比袋鼠国政府弱。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,你麾下的严组织,已经把控了袋鼠国的大局,起码短时间内,灯塔国没时间给你添乱。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,趁现在还有时间,要不要帮你再治疗一下? 投降吧,如果你肯投降,主人说不定会饶你一命。 我说过,那帮人才是叛徒,我没有背叛国家,东亚派才是叛徒。 你已经没有选择了,要么死要么想。 输给你我认了,玫瑰女王果然名不虚传,不愧是十三先生得力的手下。 如果没有十三先生,袋鼠国不会走到今天,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 你想说什么? 国家破产我难辞其咎,已经无言再活下去,十三先生比供给会的那群老家伙要强, 带蜀国落到你们手里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 共计会,你到底知道些什么? 什么? 主人,那位局长自裁了。 是吗?他倒是比带蜀国议会的那帮家伙有血血。 那位局长在临死前,说出了供给会的名字,还说出供给会背后的目的,他们可能会独立,咱们需要通知下国吗? 不必,现在还不是一丝破脸,你别拆货这件事情了,先去接管袋鼠国的安全部门吧,我来处理这件事情。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? 山人自有妙计,先不管这事了,起来吧,咱们去看看秘密工厂去。 主人,那位局长临死前表示,供给会可能在背后支持西州叛军独立,需要派人过去,将叛军全部杀掉吗? 不需要,玫瑰,你要跟你姐姐多学习一下,暴力手段固然好用,但是光有暴力也不行,有时候用些手段更能解决问题,这件事我来处理吧。 走吧,紫园。 这就是你这秘密工厂生产出来的,蚂蚁,它有什么用,你不会准备用它来对付叛军吧? 没错,这次西州叛军的骚乱估计迅目已久,如果我真的通知夏国,让夏国派人过来,势必会中了共济会的拳头,处理不好的话,搞不好还会引起其他地方的反抗。 但一直放任西州叛军不管的话,对于刚成立的戴鼠新政府来说,也不是个好事。 所以你是打算用这些机械蚂蚁来实行什么操作吗? 没错,西州的经济支柱是矿产,而我要做的,就是利用这些机械蚂蚁,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掌控他们的采矿业,我要扰乱他们市场上矿石的价格, 没有经济来源,到时候不用我们出手,他们也会支撑不下去,自己解散的,最多一个星期,我就可以扰乱他们的矿业市场,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 十三,我可能没时间继续在这陪你了,我已经通知局里,很快就会收到复职的通知了。 这么急的吗?等我结束一起,回去不行? 也对,你现在实力恢复了,也该继续做回夏国的女武神了。 等我诸事平定,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 玫瑰,终于可以回国了,你要一起吗? 主人,我也很想回去,但袋鼠国新局面刚刚打开,我需要继续留在这里,防止还会有萧小之人出现。 作为您的心腹,我必须帮你解决后顾之忧。 也对,这边的安全部门需要你来改造,不过你也别太累了自己,想要改变一个格局,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 对了,白夫人那边,第一批药剂已经出来了,等到时候训练一批合格的战士,我会安排他们来这里配合你。 千云,今天怎么回事,机场怎么来了这么多大人物,难道十三先生回国的事情已经暴露了? 是的,就在刚才,十三决定彻底公开自己的身份了,他的这一举动,代表着十三正是从幕后走向台前了。 真的?难道说十三已经彻底拿下袋鼠国了,他是想要以袋鼠国为媒介,正是向灯塔开战了吗?他不会有危险吧? 十三他做事情,向来求稳,既然决定走到台前,必然已经做好了准备,雨兰你不必担心他的安危。 谁?谁会关心他呀?我又不是他的女人。 行了雨兰,不要担心,我会吃醋,喜欢十三就去追吧,反正我是不可能独占十三的,我已经看看了。 你别打去我了,我现在还不想谈而女私琴,我只想多研发一些便宜又好用的新药,多救治一些患者。 你呀,应该多跟十三学习一下,稍微自私一点有什么不好,等你强大起来了,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啊。 你这丫头有话就说,什么时候也这么扭扭你你的了? 偶像,您这次回国公布身份,难道不怕灯塔那边暗中动手脚,直接把这架飞机炸了吗? 他们只要敢炸,严祖之就会在他们上空送几朵云给他们。 上飞机前,我可是联系的系统,如果飞机真的出事,自己也不会受到一点损伤。 十三先生,大姐头他不知道您今天回国,前几天他去了外地,现在还没有回来呢? 我知道,我这次回来是刻意不通知他的,接机不是什么大事,没必要影响他的工作。 十三先生,大姐头能够痊愈,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 没事,这都是我应该做的,看来只愿没有说治疗的详细过程,不然安全局这些特工会感谢我。 不找我麻烦就不错了,自己可是连你们附居的人都给抱走了,还多次治疗。 行啊,你们先回去吧,我顺便有言组织的保护,你们忙自己的事情去吧。 千语,我回来了。 什么,太阳国的丽雅殿下有见我,怎么回事? 太阳国应该推测出,袋鼠国破产背后的推手可能是你,上次刺杀行动,听说他们也有参与。 为了自保,太阳国将参与者绑好,送到当地的严组织分部,还赔偿了巨款,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 不见,我都不认识见他干嘛,没看到,我要给父母做菜嘛。 可是十三,听说丽雅妹妹很漂亮的,你真的不见吗? 我只要有你们就好了,再说,我对外国女子不感兴趣。 我才不信呢,十三你就是一个色狼,你会不感兴趣。 哦,我是色狼,昨晚是哪个穿着千语的衣服,进我房间的? 什么,独栋别人树? 爸妈,你们怎么一惊一扎的呢?独栋别墅有什么问题吗? 十三先生说我这次去袋鼠工,给我的奖励,如果你们觉得太奢华了, 那我还是退给十三先生吧。 庄园建设好了,本来是好心孝赫父母的,别到时候乐极生悲,那就真的可悲了。 现在还不能跟父母说,自己就是十三先生,不过现在我已经走到目前,相信用不了多久,父母也会知道啊。 别啊,十三先生的一片好意,你咋能拒绝呢?是今天就搬过去吗? 当然了,那边是直接可以入住的,咱们今天就搬过去吧。 对了,到时候,千语他们几个也会搬过去,人多热了吗? 十三,有时间的话,谈谈利亚小公主的这次拜访吧。 据我得到的消息,太阳女王似乎有意交好,她拜访的背后,代表的可能就是太阳国。 即使你不想和太阳国合作,也礼貌地见一面吧。 我知道,他们此行的目的,他们这是想要以代数国事件为接口,借助我这个桥梁,打上下国这座巨轮啊。 但是,想要投奔下国,岂会这么容易,先亮着,他们拿出足够的东西再说。 对了,涅槃汽车项目,如今怎么样了? 咱们涅槃汽车,凭借着各方面优势,已经占据了全球八成,你当初定下的目标,就快要实现了。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些,涅槃是我放心,那也不要太累着自己。 我不辛苦的,之所以这么快能完成目标,一方面是因为涅槃汽车条件过硬,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别的汽车厂商,知道这是您的产品后,压根没胆子玩手段。 很好,既然目标要提前完成了,咱们就可以考虑下一个项目了。 下一个项目,是什么? 我的机械蚂蚁,可以考虑进入机械行业了。 对了,你给我一份灯塔那边汽车公司的名单,富裕顽抗的家伙们,我直接断了他们的钢铁供应,也让他们尝尝,被断资源的滋味。 十三先生,很抱歉打扰您,丽雅殿下已经在庄园外面等候了,他所带来的谈判诚意,相当丰厚,我不好决断,相信您见过之后, 一定会改变当初的看法。 那就让他们进来吧。 丽雅殿下,主人让你进去,除了你贴身敬备,其他的人暂时留在这。 理查尔,抱歉让你白跑一趟了,辛苦你在这里继续等了。 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这次居然让这个城市不足,但是有余的废物哥哥一捧前往,这不是有事吗? 混蛋,你们知道我是谁吗? 骑士团呢,给我将这个女巫抓起来掌嘴,居然感染我等,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不一吗? 我可是太阳国皇族的,来这里见他已经是很美的面子了,居然还敢白捕。 您没事吧殿下,十三先生庄园中,有至少十几个高手,刚刚只听见一声枪声,其实他们开了十多枪,可见他们的配合程度多么的恐怖。 殿下,咱们还是谨慎点吧。 李查尔,你给我安分点,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?你要是想死,我不拦着。 行了,咱们进去吧,就让李查尔在这儿等着吧,只要他不乱来,十三先生是不会杀他的。 十三先生,丽雅殿下过来了。 进来吧。 十三先生,这是我们的条约内容,您请看一下。 嗯,可以,林玥,你再看一下,既然太阳国带来的条约如此诚意,我这边也就不修改什么了,唯一的要求,你们西河口的港口所有权,必须给我。 十三先生,这不可能的,您可以换个条件吗? 如果这就是加入下国阵营的条件,恐怕我们这次只能放弃了,就算我同意,议会也不会通过的,甚至还会引起民愤,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来源。 如果贸然通知归属权为十三先生所有,相信谁也承担不了后果的。 你说的也有道理,这样吧,我折衷一下,归属权,我是非要不可,名义上依旧给你们太阳国所有,这总行了吧。 这,行吧,我们答应了,条约签订之后,港口归属权归你,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入下国阵营了吗? 当然,下国阵营很欢迎有诚意的国家。 这个时候,沿祖之太阳国分布的贬城王,他紧急电话过来,难道发生什么大事啊? 是在前上,刚刚得到消息,太阳国羽毛遭遇刺杀,已经确认神亡。 什么,传我命令,全力搜索性门情报,我要尽快知晓情况,另外,派周边的沿祖之分布前去支援。 啊啊啊啊,到底是谁,杀了我母亲。 纸鸳,上次灯塔潜入,都怪我没有及时提醒你,害你差点丢掉性命,这不怪你,那段时间你被各种事情缠住了,无法脱身。 那你今天来这里,找我什么事情吗? 狄晴,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男人呢?就是宙思夜想的那种。 曾经有过,可惜,人家看不上我啊。